大家好,我是小莫 一对夫妻在家,晚上九点多有人敲门 男的问,谁呀? 外面回答,邻居,你家钥匙忘拔了,在门上挂着呢 男的刚想开门,妻子就说 你钥匙不是在桌子上吗? 男的跟外面说,我钥匙在家 外面没动静了,通过门径,看见三个男人偷偷溜了 假如开门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还有另外一件看了让人发冷汗的事 有一天,一个女孩到加油站自助加油 加完油之后,她把加油枪放好 就坐回车子里,准备要回家 才刚坐下来,突然一个男人就直接坐进了她的副驾驶 这女孩吓了一跳,不知道这男人想要干嘛 这男人开口说话了 美女,我没有交通工具回家 我一直待在这里,回不去 能麻烦你送我一程吗? 女孩很害怕,直接就拒绝了她 说她真的很不方便 不好意思 但这男人却一直死缠着她不走 一直拜托她,只要帮帮忙送一程就好了 这女孩心里觉得很害怕 但又甩不开这个人 所以她就跟这个男人说 好,我答应送你一程 不过我倒车技术不好 怕撞到后面的东西 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下车看看 这笑容怪异的男人就下了车 走到车后面,准备要帮那女孩看路指挥 女孩等男人一下了车 关了门的同时,迅速把门锁起来 发动引擎,飞快地离开现场 她心脏已经快要从嘴巴跳出来了 全身发冷,两脚发软 但她非常惊险地逃脱了这一劫 她终于安全地开回到家 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当她正要下车时 她不经意地往副驾驶扫过一眼 她发现副驾驶的地上有一把斧头 小莫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千万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女孩子 如果你半夜在楼道里遇到坏人 千万不要喊救命啊,抢劫啊 也许不一定有人出来帮你 你就喊着火了 整栋楼的人都能出来 现在很多女孩的微信 都会放自己的照片 所以新闻屡屡报道 坏人冒充家人或老公 强行拉走女孩的 小莫有一个办法 女孩遇到这种情况时 一定尽可能地去毁坏周围的他人财物 比如像路边有司机的车门上 很踹一脚 或者掀翻路边小摊 或者摔坏路人手机等等 这样的话 那些财产损失者 肯定不会放你走 如果行凶男子冒充你的丈夫或家人 那些损失者会直接找你的家人索赔 到那时候 想逃脱的就是他了 多一个人知道少一份危险 传播正能量 拒绝冷漠 请朋友们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